公佑女士打頭扯耳遭蜜露 還抱逼童學狗教 這名老師粗暴扯男童的耳朵 拖到一旁 用力打孩子 拿出K女童頭 不只如此 還把作業丟到地上 要孩子撿回來 粗暴拉扯被子 把孩子嚇醒 家長看到影片 氣得PO網罵說 要讓這種不適任的老師 從教育界消失 這名老師是 台中一所國小出社幼兒園的 王姓主任 以教學30年經驗豐富 還有特教證照 家長氣憤說 本以為他會好好照顧孩子 但好幾次發現 孩子身上有傷痕 去問老師 是不是被同學欺負 老師都說沒有 直到有其他老師看不下去 稍微錄影搜證 才知孩子被羞辱致此 台中家暴進性侵害防治中心 上個月底接到通報後 初步調查 有三名學童被不當管教 納爾打頭 處罰孩子不能吃飯 還要學狗教 校方已拔掉他的主管職 2號也召開考基委員調查 若情節重大將開教評會 老師有非常坦誠的 虛心的接受 他說他的確是不當的 董新聞台中報導 超級別不知財事 他受到養以資金 外交螺形成功